黄黑间挑的李文初段有罚球机会 但沙普库一脚射高 体准目标确实很重要 由于同组的南区前一日全彩三分 令形势发展成赢球出线 和球就揽成一起出局 泰迪转身找到徐湘文 避过守卫竞射 但月微移出 两队半场互交拔卷 联赛两循环队结智全部输 兼一球进不到 李文终于可以赞回口气 凭着梁家恒的头锤 换边后4分钟开记录 只是不久后被杰子攀平 泰迪禁区接应横传射入 60分钟两队重新来过 梁家恒这场表现真的很抢镜 相隔9分钟一次反击攻势 门前抢点破网 69分钟再到领先 杰子方面就有后被入堤的费难道 这球接应长传压入禁区 拿远处入网 83分钟再到颁平 以为两队会齐齐出局 李文有干沙利斯保时阶段赤入 是奠定胜局一球 锁定赢3比2 抢上小组第一位晋级 杰子就被淘汰 中文正在以 graphic院里鞋 电脑 中文字熬 明转 比赛 中文字熬 中文字熬 厉害